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想考验学习 想把原本投入到家庭上的时间慢慢地转向事业 可丈夫一直拒绝 甚至觉得她婚后变得自私 结婚后的纪念日再也没有鲜花 礼物 收到最多的是忘记了 都老夫老妻了 一次又一次地不开心积累成不满和怨对 理性地商量过 激烈地争吵过 可还是没用 各种矛盾始终存在 谁都不肯让一步 想离婚又觉得问题没那么严重 孩子也小 需要完整的家庭 结果就是越过越心累 越忍 越难受 铁子的最后她安慰自己 谁的婚姻不这样呢 要么忍 要么离 但有多少人真的忍得了 又真的离得了 是啊 有多少人以为婚姻是生活的避难所 是孤独的缓解器 可直到千里才明白 谁也逃避不了生活的难 谁也躲避不了孤独的苦 婚姻不是爱情 妹感觉了可以分手 不开心了可以一排两散 婚姻是家庭与家庭的碰撞 是生活与生活的妥协 是细节缺点的放大 前人总是劝 谁的婚姻不这样 逢逢补补补 是一生 忍忍就过了 可等到有些人一忍再忍 忍无可忍之后才发现 哪怕所有感情都以消磨殆尽 离婚也被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就像电影《一生叹息》的一段台词 我拉着你的手 就像左手握右手 感觉是没了 但要分开是很难 婚姻是一座围城 进去容易 出来却难 结婚别冲动 离婚要慎重 最近离婚冷静区的话题 又上了热搜 从2021年1月1号起 所有协议离婚的夫妻 都需要经过申请 受理 冷静期 审查 登记 五个步骤 而光是冷静期 就至少需要30天 很显然 离婚的时间成本 和经历成本更高了 网友们愤然 认为这种做法 治标不治本 但说到底 离婚的前提是结婚 而结婚的前提是三思 如果婚姻来源于 一时的冲动 那家庭和孩子 也将会成为儿戏 如果离婚来源于 一时的不满 那生活这个战场 无论遇到谁 你都会输得一败涂地 这世界上 没有一对夫妻 是从头到尾都幸福的 也没有哪一种婚姻 是完美无缺的一百分 一项对英国 两千对夫妻的 研究调查显示 在婚姻进入第三年时 很多夫妻 就把彼此的付出 当作理所当然 其中49%的人 已经表现出 对伴侣的不满 乍见之欢容易 久处不厌 很难 长久的相处里 最容易滋生不满 爱情是怦然心动 而婚姻 是一忍再忍 就像周国平所说 婚姻的稳固 与其说取决于爱情 不如说取决于 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谐 再热烈的爱情 落实到婚姻里 也只剩下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琐碎 如果结婚前 没有做好始终 包容对方缺点的打算 没有为两个人 生活习惯的不同 做好准备 就请三思 婚姻不是非得完成的人生大事 但婚姻生活 却是有一件又一件小事组成 近些年 各种离婚大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生活琐事而离婚 吃完饭 她没收拾碗筷 就探坐在沙发上 我实在忍不了 就离了 她明明知道我喜欢兰花 却还是把烟头丢在了里边 类似这样的事件不胜美举 外人觉得差异 可当事人却觉得解脱了 如泰格尔所说 让人疲惫的 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邪里的伊丽莎 压死骆驼的 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下面成百上千的稻草 但这些稻草里 有太多 本可以避免 婚姻不易 且行 且珍惜 以下总结了 避免婚姻最后一根稻草的 九个方法 希望对你的婚姻 有所帮助 一 给伴侣自由时间和空间 好的夫妻感情 是两个人的心紧紧相连 而不是占有和压迫 若是一方紧紧相逼 另一方只会刻意逃避 二 婚姻是两个人过日子 不是比赛 没有谁赢谁输 两个人各自消去一点 个性和特点 才能构建成一个完整的家 婚姻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 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三 少点翻旧账 抱怨多了 再好的脾气都会被磨光 就是 就得让它过去 哪怕你觉得自己太委屈 但人总要朝前看 一边回头 一边赶路 只会把家庭拖得遍体鳞伤 四 婚姻的本质就是付出 太过计较付出的夫妻是不会过得幸福的 什么都要算得一清二楚 时间一长 世人都会觉得心累 五 管理好自己的脾气 尤其是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每一次大吼大叫 每一次无厘头的情绪发泄 都在把伴侣推得更远 六 有问题有矛盾及时沟通解决 藏着忍着什么都不说 谁都不会知道你的委屈 等到某一日爆发 闹得一拍两散才发现 其实婚姻里的很多事 本可以避免 很多问题 本可以没那么严重 七 把伴侣当作爱人 而不仅仅是亲人 多说些亲密的话 勇敢表达自己对伴侣的关心 比如早上的一句早安 出差时的一通电话 情侣时的一句我爱你 这些看上去没什么作用 却能增强婚姻的恋爱感 八 不要忽略婚姻中的小问题 再小的问题都是问题 比如说 谁洗碗做饭 谁把洗衣机里的衣服 拿出来亮 谁接送孩子 借钱给朋友 要不要和伴侣提前说一下等等 结婚后 两个人就是情感 利益 责任的共同体 摊开来讲清楚 才不会让婚姻 时刻藏满 定式炸弹 九 长洲 长洲的婚姻 最关键的就是相互忍耐 但忍耐是要有价值的 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让家庭更和谐 我们需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忍耐的底线 无尽的忍耐是纵容 比如出轨和家暴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今天的文章呢 就分享到这儿了 愿你 欲一生所爱之人 共度生活 酸甜苦辣 乘风破浪 你的幸福 本真 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